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前搓球这一项技术是羽毛球当中唯一一项把这个球旋转的 就是翻跟斗 来回的翻跟斗 那么搓球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们叫收搓 就是由左向下收腕这样子去搓 这样的拍面 这个拍面是平的还是倾斜的 是平的还是倾斜的 要根据你击球的那一点 如果你击球点很高的话 我可能就要斜的下下 如果你击球点在球碗的下 稍微有个四五十公分的这样的地方 那你可能拍面的角度就要压得要大一点 那么这个动作的基本要力它是怎么样的 你把手直接伸下来球 然后同时呢 用这个手指 你看脸动球拍 很小的啊 从左向下收腕 然后你要击球头的左侧 使这个球在你拍面上形成一个摩擦旋转 还有一种比较难一点的 特别是这个球从对方勾对角过来 很贴碗的一个斜线这样过来的球 那你用这个 我们叫你看这样叫展戳 你看我的手型肌肤是像一个鸭子的嘴一样 等于这样你给它空出来 空出来以后 由右向左 肌球脱的右侧 这样一个动作摩擦 先向下再向前 第一种会拍的轨迹是由左向右 那么第二种呢 不要近晚的那种是由右向左 正好反过来 两种方式 第二种呢比较不容易 稍微难度要大一点 你先学这个第一收搓 对了 现在是什么呢 有点太硬太生硬 你应该很柔的 这样收下来的后有点回拉 你得把球旋起来 你看我的握拍 整个都是这个行转的 重力二空的 对 完全靠手指来脸动这个拍柄 把球包切过去 放松一点啊 这个手腕不要立起来 松下去 松一点 对 好一点 平时你任何一个碰壁你就可以 就玩球就戳着 这样子 增强球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打完球以后很累了 那么你可以这样 松的 戳一下这个球 对两个人都一戳 主要今天呢 根据你的情况 我们主要讲了一个步法 首先步法 然后一个钓球 正手钓球 还有一个前场的反手的出小球 帮助你连贯起来 你有这样一个套路 那么你以后跟人家打球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特点 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你同样能够跟对方看谈 对 好 谢谢嘉老师 不客气 嗯